Gluconnet 大家不是忘记的要设定 在点这边的时候 记得在这个属性里面有个叫Gluconnet 通通把它改成A 另外就是说有同学比较容易产生问题 这个属性 建议是按按钮 因为你们的顺序 它预设指不是按照那个字母排序 所以你有时候找 我们找就找很久 那如果你按照A到Z的排序的话 它就会 最上面一定是ID 就是它的名称 然后一直往下就是它属性的那个 按照英文字母排序 会比较好找一点 因为它很多同学就光找那个 属性就找半天找不到 那其他部分呢就是这个也是部分 就把它改成A 再来还有一个比较会有问题的 同学另外就是那个浮动起来 这个有没有 这个找不到夹工具列 有的时候每个都飘在上面 然后这样飘来飘去 经常都没有办法固定 建议你们初学者就是 第一个在这个上挖右键可停住 但是停住要停住在哪里 第一个要停住 第二个就是拖拉的时候 它会产生什么的 上下左右那个区域 你就把它丢在哪里 丢在这里面 你是要丢进去 它其实这个不好操作 是要把它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区块 有没有 放开 你滑鼠放开之后 它就丢在你指定的位置 第二个这个属性怎么放呢 你滑动它的时候呢 也是要按右键 第一个先可停住 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先可停住 第二个呢 按住不要放了没有 它要放哪里呢 你不然放这个